它这个流年上面的财位 我们怎么来判断呢 流年财位呢 比如说我说的 今天说这个财位 这个就属于流年财位 就是今年的 今年的这个财位 它就属流年财位 因为今年这个财位就移到这 走到这 这就按照这个就可以了 刚才我告诉大家 那是静态财位 这个属于动态财位当中的 它就是属于一年一变的 一年一变的 每年是在变的 所以说11年的时候 要记住就在西北方 11年的财位就在西北方 就是我们在这些方面 也可以加强 您说这方面还是放精水吗 财位它可以放 就一是您说那种 放鱼缸可以 再一个就可以放 叫财云滚滚 财云滚 就是专门和旺财的 这么一个旺财工具 旺财工具 还有什么批修 金钗 这些的也都可以 也都可以 因为旺财的很多 比如说有很多 那股币 所以经过 但是这里经过开光了 然后把它开光 开光 净化以后 才能放到那边 也都可以起到旺财作用 那就是说还有一些 就是像这种 当运的这种财位 是怎么判断的 就是相对于网友来说 看你挺专专业 当运财位 刚才咱们说三运九运 三运九运 现在走到八运 八运就要当运 当运财位 就是在2004开始 开始20年当中 现在走到八运 这是属于当运了 八运就属于当运了 当运是东北方 东北方是财位 所以说现在我们知道 一个境内财位 刚才又说一个 今年的流年财位 那么你说大运财位 大运财位是20年 这20年不变的 20年只有这一个财位 它是属于20年一变的 咱们说流年财位 是一年一变的 现在财位是不变的 那么当运财位 就是东北方 东北方 你看今年 一马要到东北方了 所以说东北方 除了人打工的人要多了 要动太多 一马 一马主动 所以说大运也是一样 大运东北方 现在东北 现在已经 它的经济都要回升 都要好很多 而且东北方也代表 干 干代表地产 代表土 所以说国家今天 在土地管理 2004以后 房价在飞速在涨 对 都是属于 这个干 干代表土 代表房地 对 就是跟我们这个五行的 旺衰是相关的 对相关的 为什么你看你就从大运里就判断 这个这二十年 他们当中应该什么是为主流 所以说这二十年东北方 它也代表采访 因为它事业好 事业好 它也代表采访 所以说既是吉方 又是采访 就是这二十年来说 相对于就是 做房地产土木工程的这个 因为它这个就是当运财运 非常的旺 旺 对 就是从行业来说 你看现在农副产品都在涨价 看出了吧 这都是属土的行业 因为都属于土类的嘛 对啊 你就看出来了 它都在涨价 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的网友 他如果知道自己的财位之后 就可以准确的可以旺财了呢 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呢 第一步呢 我们要找正确的找到财位 因为财位呢 是财的生发之地 你比如说你旺财的物品 或者是吉祥物 你放错位置了 那就不行了 什么东西 它都得有自己的得位 找到自己的位置 才可以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 首先把这个财位找到 接着呢就是如何旺财 旺财刚才咱们说的一些常用方法 就是可以用财源温滚 也可以用呢 这个大家愿意买那个金蝉 我还愿意的 那也可以的 还有那个招财猫 对都都可以嘛 都都可以 发财族也可以 跟你说那发财族 那个也可以的 你们一层一层 就是人工做出的 对对就节节膏那种 节节膏的那种 对那个也很好的 都很好的 但是它那个像节节膏那种 是应该是属木的吧 属木的 木的呢 它有的财位可以 就是这里边这个说这几个财位 有的财位 你说有的财位不适合放木类的 您的问题问得非常好 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咱说东北方 东北方呢 它属于土 木类就磕土 它就不适合 就适合高筋的 对对对 就财源温滚 金生土 财源温滚呢 它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那个叫金黄石 黄金石 黄金石做成的里边 然后呢 它经过加工配置一些东西 所以组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旺财的 对 所以它属于金属类的 可以放到东北 就是因为蜀精的吉祥物是比较旺我们 就是这个当运财 当运财位的 当运财位的 就是西北位是吗 东北 东北 那今年是西北的 这是流年财位 这是流年财位 可以用这个 例如说 你可以用那个鱼缸 养鱼来旺 金水 一般的你养六条 就尾数是一和六的 十一十六 二十一二十六 这样也可以的 因为金生水嘛 旺财 水也代表财嘛 对 这样你看不同方位 你用不同的吉祥物 或者是那个工具 来旺财 效果就不一样 它不是说 我拿着一个 放到那里就可以了 所以为啥有的人 去旺财效果不好 因为它有个得位 还有个 你用的时候要有一个区别 就是因为像我们的网友 必须找到了正确的财位 以及这个财位需要的 这个吉祥物 才可能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对 你如果说是 就是像把这种结交膏这种 你放在了西北位 它的作用就不是很大了 对吧 对对对对 它就只有放在东北位的时候 它的这种效用会比较明显 它呢 它是这样的 它这个 像阶级高这样的 最好放在北方和东方 它是最能发挥它这个作用的 因为西北方呢 它属金 它也磕它 东北方呢 它磕又磕东北方 所以它们之间有一个相 就是像这个产不融合 咱们不讲究合吗 它是产不融合 相磕 相伟 相违背的 是 那就是说 如果像这种旺财啊 就是主要就是说 摆吉祥物这种方法 是吗 对 这是知识厂大众能操作的 因为很多有很多专业的 更专业一些的 就大众呢 它操作不了 它需要一些专家 它去 比如说根据人 根据空间 然后呢 选择更准确的 更精准的 这样的一个旺财的一个方法和工具 那个更难一些 所以说起来 大家听起来就晕了 所以说这些摆放的吉祥物 大家可以可以操作 可以能买到的 那比如说 像我们就是住的这个家 那像开户门 就我们入户门啊 一般不是在风水学当中 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它对于我们旺财这种选择 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呢 对 你说这个问题是 问题 大家经常问到的 这个问题 这个隧道很多 很多 每个人都都隧道的 门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入户门呢 它有如人的咽喉 而且风水当中 你看 入山寻水口 灯穴看明堂 它一到一个大环境场里边 它首先就是水口 水口就像入户门 是非常重要 人这个口也是一样 这个病从口入 或从口出 也是非常至关重要 对 门也是一样 你家里很多气啊 旺气都从门进来的 所以说这个门对我们尤为重要 那么门呢 一般情况下呢 它最好是不在这么几个位置 就刚才我们说了两个位置 一个是正南方 一个是正东方 就这么这么两个位置 刚才说的一个是 就是我说这个二黑这个 和这个灾星这个 你想想 你的门口正是病符 是不是啊 你的门口正是灾星 那个气 进来是一个病气 一个是灾气的 这个凶气的 就是它如果说是 在这个二黑这个方位 你的门和是这两个方位 它有一个今年 按今年来说呢 有一个叫灾煞方 就是民间 这都民间流传下来 不是咱们说的 就是大家总结出来 说某一年都有一个灾煞方 不好 灾煞方呢 今年的灾煞方 就在整个是西南 正西西北 这属于灾煞方 那就说西南 正西西北 这三个方位 也有门的 就是你家的入户门的 也要注意 那就说总共是五个 就是一个是正南 一个是正东 一个是西南 正西西北 门又在这的 就要注意了 就比较容易引发 我们一些隐性疾病 这种爆发 是吧 这就是你看 很多人住某个空间里边 说我们住这么长期 没有问题 可是某一年出问题了 那就是与这流年有关系 你的环境场和你的气体 比如说你运势 生命场里的运势 非常低的时候 可是你这门 这个位置又是不好 例如说病服 正好在南方 这个位置 那跟你感应的就非常强烈 那您说像现在 我们都是住 这个那什么 都是住的楼房 您要说像 把门换个方位 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但是他用什么方法 可以就是避过 就是这样 或者说减轻 这个对它的影响力呢 对 现在混门是不可能 对 混门 这个不太可能 这个不可能 这个常用的方法 它是这样的 就是用 像我们经常给用的 就是用海神门符 它专门是为化解 这个门不好的 还有除了此之外 还有门顿门 它也可以用来化解 还有更专业的 就是用地望钳 地望钳 它也是做好的 可以放到门槛下边 门符 就跟我们那个符字是一样 贴到门上 每年我们过年 都贴那个符 贴上 那就可以了 它也起到化解作用 因为它是专用专做的 这个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那就是说像那个 就是灾星的这个方位 它就是如果门在这边的 它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化解 这几个就是灾星和并星 以及三煞方 它们换上方法都可以用 这个我刚才说这两种方法来化解 是这样 它就完全可以解决 那他们就是说平时的话 就是自己要出行多注意 像灾星它主要是体现在什么意外灾害上 意外灾害车祸呀 或者是打仗啊 有的时候你看两人喝酒呢 喝喝打起来了 就出问题了 它与这个灾星都有关 因为人有灾星在临着它这个场面的时候 人这个情绪波动大 比较容易冲动 冲动 对 所以说它意出问题的 它不像平时那么冷静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的 冲动是魔鬼呀 这对什么网友朋友们一定要注意 那就是说像我们说了这么多 就是忘财的方法 还有忘运的方法 那比如说像这种有利于学业和事业的 就是也是就是这样去 就是摆一些吉祥物吗 可以完全可以 你像学业类的 像我们平时上班的工作的 学业类的可以这样 可以放文昌堂 你像我们北大我们看着那个文昌堂 像很多城市都有文昌堂 这都忘闻的嘛 就是读书的 或者是一些想考在职 想考研的 考公园的什么的 都可以放文昌堂来忘闻 这个效果就好 文昌堂比较是忘闻是吧 忘闻的对 那像我们事业就是工作这方面的呢 事业和上班的 或者干事业的朋友呢 他可以使叫飞龙在天 就是他那个专门就是忘事业的 是你事业的节俭高升 飞龙在天嘛 当然是好 对 那比如像我们就是女孩比较关心 那个话题就是感情 感情 对那像就是感情这个方面 感情刚才说桃花味 就是刚才不是说这个酒这个桃花味吗 这个桃花味呢 就是可以放一般牛家 就是惯用的 大家可以能用的 放一些鲜花 来忘你的情感 一般用那个瓷瓶 蓝色的瓷瓶 放上水 把鲜花放到三只或四只 三只或者四只 四只对鲜花 放到你这个桃花味上 刚才咱们说这个是流年的桃花味 流年的桃花味 如果再结合你个人的桃花味 那就更好了 因为每个属相每个人的桃花味 还不一样 就把就是流年的桃花味和你个人桃花味都忘起来 那么在今年你的情感就能出现很多的转机 有很多好事出来 就是说我们像就是没有这个风水知识 没有这八字知识的人就只要利用流年桃花味就可以增强我们的桃花 对 因为这是公用的 如果就是说就是略微有知识的一些 能找见自己的桃花味的话 在上面就是摆三四只花 这样是更好的 就结合起来 更清楚了 更清楚了 这样是更好的了 是吧 那就是说像我们今年就比较旺的这些生肖 他就是因为也害怕到一种物极必反嘛 就是他们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些比较 就是需要注意的方面呢 旺的是这样 尽管旺呢 但是也要控制 就是你的投资要有一个尺度 或者做事也是一样 旺因为大体 因为咱们说的是大体 因为每个个体还有区别 所以说旺的生肖呢 你可以选择一些吉祥的生肖和自己连在一起 比如说跟他合作啊 因为你要假设你经商 你可以找吉祥的跟你能喝得来的这样的好的属性在一起 这样对你能起到更加深和稳固作用 就是相对于旺的朋友们 对对对对 可以找到就是这种正正继续得正的这种情况 对你比如说属狗的 那你可以和属兔的 今天兔不太岁吗 对对对 都太岁结合在一起 对这也很好嘛 那属狗的朋友要注意了 可以找属兔的一起来合作做生意 一定会大发 对或者是属虎的 银武区又有河 河成火 火又生 正是狗这本身代表五星属土又生产 这也非常好 你想像我们节目已经快结束了 希望在最后的时候 海神老师能给我们十二生肖的广大网友朋友们提一些建议 做一些总结 让他们能在来年的时候可以结结高 好 刚才讲的这么些 就是说每个属相他都有急有凶 只是流年到这来每个是不一样的 那么急的大家也不要特高兴 要掌握好 就是把你的好的这些机遇都充分抓住 不好的朋友也适当地去改变 因为我们讲了以后 本身就是在为我们提供的一个改变的方法 所以大家去改变自己 另外一点要定位好 就是自己今年是吉士兄 要定位好 做好哪些心理准备 因为很多命是可以改变的 不是不可以改变的 因为后天的努力和奋斗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我们研究命 研究意境 研究风水 就是为了知道和了解我们自己 然后如何去改去变 创造出更精彩的人生 所以最后希望大家 兔年平安幸福快乐 好今天谢谢海神大师 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也谢谢广大的网友朋友们 收看这期节目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我们的新浪星座频道 谢谢您海神大师 谢谢观看